今個週末碰巧又是大垂直 你們有什麼節目會去哪裡倒數迎接2023年呢? 我當然也有節目 我會去一個美麗的海灣 即是竹高灣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耶魯閒 一個跟大家講耶穌 講老人家和消閒娛樂的頻道 我是Raymond 話說我做老人家工作 基本上我隔天就要去做一次核酸檢測 27號那天我如常去做核酸檢測 其實我沒有任何症狀 我每天做快測都是低一條線 27號就做核酸 28號結果出了我陽性 接著我就上報 29號即是今天我來了竹高灣的隔離營 為什麼你沒有症狀 Raymond你進來做什麼? 始終我又覺得這樣 反正如果你現在陽性 我又不能上班 又沒有家庭 又沒有教會 我家裡始終父母年紀都不是小 小小病毒都好 我都怕惹到他們 就當作來攀頭一下 退一下收 我本身是這樣想的 但誰知道我上報完之後才發現一件事 哎呀 還有這個隨值 要在這裏倒數 這裏迎接新的一年 我覺得很灰 但不報就報了 總不知就在這裏過了 其實這段時間我看多了一次正義回朗 我很想做一條片 就是講我二刷這個正義回朗 但一路都沒有時間 誰知道 小想不到我這個頻道 第一條二刷的片 竟然是二刷這個竹高灣 那不要緊要 雖然我知道很多的youtuber 不同的channel都講解 這個竹高灣的生活 如果進來有什麼要預備 但反正我現在都沒有什麼搞的 進來照跟大家講一下 讓大家看一下這裏的環境先 我這次就是住這個885-14的房間 這間房間說大不大 你又不是來度假 你又來這裏隔離 我覺得足夠了 這間房間裏面有兩張床 我一個人進來住 但你不需要擔心會不會有失禁無神失調 三九不識七的人進來做 你的屋邏其實是不會的 兩張床可能是有些家人 甚至我問過 原來是男女朋友關係已經可以一起住 甚至是朋友 我和朋友一起確診 都可以一起進來住 但我只有一個人 可以看一下房間裏面的設施 那張床呢 就給大家摸一下 即是它包了一些膠 那樣要自己鋪這個枕頭皮鋪 床單皮單 那樣 但上次我8月份來的時候 就是一些積氣的床單皮鋪 那這次就應該不是了 給大家看一個鋪了 那就是這些 我想用完之後會洗再用 那全部都不是用積氣的 那我鋪了 那也都看一下上面 看見都放了很多東西 因為進去之後呢 其實會有一個物資包 物資包裡面呢 就有些食物啦 有兩個杯麵 上次都不是合味道的 上次有些不知名的牌子 這次正啦 合味道 有兩包紙包 有些蛋糕 茶包 咖啡 有一支水 那旁邊呢 有其他的物資 那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垃圾袋 那這一盒是什麼呢 這盒是一個血含氧量機 那基本上你用完都帶走的 那這個粉紅色一支狀 要講解一下 其實是探熱針來的 那還有一些快插包 那基本上呢 你連續兩天 即是第四第五天呢 你快插都是 negative 就可以來認的 這個捨處的包包呢 裡面就有牙膏 牙刷梳 有隻杯仔 那還有有沐浴露 啊 湯頭水那樣 再走前一點呢 就會有個洗手間 咦 不小心出了鏡 那洗手間裡面 當然會有馬桶 有星盤 有一個熱水爐 那還有一塊鏡 給大家扮靚靚 那上面呢 有個玉簾呢 我上次那間房是沒有玉簾的 那這次是有的 我不知道是否是間隔問題 還是還是之前沒有現在再更新了 更新了一些設施 那有一個臨時的衣櫃 衣櫃裡面呢 是有衣架的 那旁邊就有一些房間的清潔用品 那包括地拖 掃把 那樣 那一路再看看那間房 那前面 那你見到 門旁邊還有熱水壺 有個水壺 有個櫃仔 但基本上我都沒有什麼東西放上去 那房間裡面有桌桌椅椅 有電視機 有風筒 那電視機當然有遙控 我上次來是沒有拖板的 那這次就有了拖板 我覺得就真的更加好 那還有就會有一些入型的順子 有些文件放在桌面的 那有個飯盒 那飯盒呢 就是很坦白說 我現在沒有吃 憑肉眼就覺得比上次是好一點的 那房間裡面都貼滿了一些不同的資訊 不同的求助電話給大家 就是有需要就去打這些電話 那我上次點餐的時候 都用紙筆去寫的 那這次呢 就再進一步數碼化了 那麼就掃這個QR Code 就網上去點餐 去有什麼查詢 就網上查詢 那但是我相信 如果是老人家入住的話 就未必那麼便利 不過我想老人家 就會有另外的做法 那就是 在這個房間裡面 都有一些設計 有兩隻白甲 那在這個窗邊房裡面 有一隻很嚮往自由的白甲 很想向這個窗外飛出去 我真的覺得非常非常應景 好,接著不如就直接試一下 那餐給大家看 那餐真的很明顯 跟之前的供應商是不同的 那我最初還未打開 看到是白汁 我以為會不會是一些 宿米玉莓飯 或者是白汁雞王飯 小時候想不到 是白汁豆腐飯 我覺得是非常之別開身面的 那就是我現在把那些汁 去旁邊吃飯 那飯就不用想的了 始終焗了那麼久 都是爛爛的 你看到我現在 筆都有些難度 要用點力水 要坐幾下才不得起夠煩 但是呢 吃下口呢 我又覺得都OK 始終你真的是來隔離的 你不是來度假的 食物你當然是應該預算是很好 但我覺得是吃得下口 比上次是好的 上次可能大家有看報道 有些介紹 又有些沒有炒過的炒麵 這個絕對是事實來的 那今次我單憑這一餐 我覺得是比上次好 那說一下 好了 我第二次進來 其實我帶進來的東西 是少了很多的 可能大家 就是上網要找 就是進足高灣 有什麼要預備 不難找到的了 但是呢 我想說 是不是真的需要帶這麼多東西呢 我自己其實就 譬如說這個衣服先 你是不是進來這麼多日 就要帶這麼多日的衣服 其實就不用的 因為基本上進來 你都不會出汗的了 我就是一套 進來的衣服 一套出去的衣服 中間就是一套 睡覺的衣服 那我就覺得OK 可能男生又 你當我不衛生 不過如果你真是 洗衣服的話 其實你都可以問他 拿簡訊 就自己手洗 內衣褲當然要換 內衣褲呢 我就用一些積氣的紙底褲 那有些人就說 要用Wi-Fi 即這裡是不會有Wi-Fi的 你放心 絕對不會有 那如果你想買 一張數據卡 買Wi-Fi蛋進來 那要不就真的要 很大的數量了 或者一個Wi-Fi蛋 就無限了 如果不是呢 比如我上次進來的時候 我買了一張 我忘記了8GB還是12GB 5G的數據卡 很開心 浴到來就很快 很順地看片 看Netflix 但我忘記了第一晚 看第三部電影 看了半小時 已經和我剩下1GB還是2GB 叫我問我 真正 那就死人了 然後第二天 我自己手機都是無限上網的 當然是4G 我用那個手機來看片 已經都OK 不算太窄 當然沒有那張5G數據卡這麼快 但如是者 我都沒有再增值 照用那個任用 所以如果你本身 是手機的任用計劃 其實未必需要買那些 額外買數據卡 不過當然你要摸個風險 就是會不會 我都不知道足高灣裡面 會不會有些死位 剛剛你的台收不到 你就要摸招了 你夠不幸運 也沒辦法 另外日用品方面 你打了三副 你有數據 但其實 剛才說過洗頭水 牙膏牙刷 其實這裡都會有的 如果你真的 譬如你 毛巾 物資包裡面沒有 你需要的話 其實你都可以 叫他送毛巾過來 我第一次 來住的時候 我就叫他給我指甲鉗 這次 我自己帶來 就免得殺人的資源 那全部呢 其實他有些熱線電話 你可以透過WhatsApp 或者打電話 你生活上 基本上絕大部分的生活物資 你真的有需要 別人說得 make sense 都可以提供到 那其實呢 有一個傳說就是 可以要求有避孕套提供 那當然啦 就是我一條馬子仔 得物都無所用 但我非常好奇 但我又不夠膽 一條人這麼無聊 就要求要避孕套 我問過一些 即是 既然朋友 他進來 即是 有沒有要求 他們又說沒有要求 自己帶來 所以我也不知道 如果有人知道的話 不妨在留言告訴我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事 那另外就是 譬如你說 要食物 零食 當然這裏的食物 就不會特別好 但是 如果你需要一些零食 基本上 都是可以 訂購 跟他說 我需要杯麵 我需要點餅乾 我需要點蛋糕 那你不要太高要求啦 我覺得始終都是隔離 我覺得全部都是合適的 真的 你很個別 你想要一些罐頭 或者很個人一些口味的東西 那就真的要自己帶來 我網上看到有人說 帶 氣炸鍋 帶這個 延遲勞 我就覺得 就不需要啦 那另外 還有些什麼 我覺得是必須要帶的呢 就是 一些消閒娛樂的用品 那這次我進來 只是需要 逗留五天 那還有 我因為遲了一天 所以其實 基本上我可以留四晚 那 但是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我可以帶一本書 那 或者 好像我這樣 我看一下片 那你都要一些消閒娛樂 打發時間的 我聽過有人 是帶一部遊戲機 進來打的 因為有電視可以搏 但是我一定不會 那麼勞私動眾 本身都不是很大打機人 那 還有進來 有另一件事 我覺得都好的 就是 因為現在又說 藥物短缺 其實進來 是可以 就是 要求要一些藥物 那當然是一些 真的對 跟這個新冠病毒有關的藥物 例如 其實我 其實我都有少少幾聲咳 那我都已經 request了我需要咳水 那我上一次 症狀嚴重一點的時候 我想要咳水 想要收鼻水藥 喉嚨痛 需要喉糖 需要消炎藥 那其實全部都有提供給我 那 如果你本身 你 不是特別打算看醫生 想去買成藥 那大家知道這段時間 買成藥都不是小事 頂了一個肺 七個幾八個水 排必利通 那也要進來這裡 就是 用阿公的藥物好過 另外一件事 我都非常感恩 就是我房間裡有幾晚陽光 現在這幅圖的陽光已經斜了向牆 但是一個多小時前 都是直接射到地上射入屋 都是比較猛 雖然曬到的地方可能一兩個格仔那麼大 但我一身那頭 又曬一下臉 就是曬一下身體 其實對我來說是很感恩的 就是 你進來竹高灣也曬一下太陽 那另外我都再想說的就是 我進來的時候 那個司機叔叔真的很好 就是他打電話接我 約時間的時候 他就提了我 竹高灣裡面很冷 一定要帶夠衣服 跟著 上到車 到竹高灣下車的時候 他說 你們早日康復 記住 如果有什麼需要 要跟工作人員說 打電話或者Whatsapp 不夠被蓋 不夠食物 全部都可以要求 祝大家康復 我覺得很棒 超級高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個司機 或者每個工作人員都是這樣 但是 這個接我進去竹高灣的司機 就令到我 就對這次竹高灣 整個感覺良好很多 但是幾良好都好 始終都是 隨直要在這裏過 所以如果大家不可憐我苦放的話 不妨就是在留言裡祝福一下我 HAPPY NEW YEAR 好了 今天跟大家說 這個竹高灣的情況 就到這裏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讚好 留言分享 和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大家不幸 接下來這一兩天 都真的要進來竹高灣 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留言 我盡量解答大家 好了 再見 祝大家身體健康 開開心心 開心愉快 待我迎接2023便 拜拜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